算出精確年齡這個範例 這個精確年齡 特別注意如果說 我要算出精確年齡之前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datif 它會有六種參數 這六種參數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當然算日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不需要的 因為日的話 是兩個日期相減就出來了 就不用datif 但是如果算月 這個就很有用了 算年的話其實也很有用 另外還有什麼 YM 什麼叫YM YM的意思就是說 忽略年 再比這兩個日期 相差 幾個月 所以回來的話是月數 但是不管年齁 比如說這兩個相差幾個月 不管年齁 相差一個月 有沒有 8月15 到10月12 只管月喔 剩下的日子就不管了 所以 相差一個月 為什麼因為8月15 到10月12 除非是10月15的話 就變成兩個月了 懂這意思嗎 OK 這個是一個規則 你們就把這個規則記下來就好了 第二個YD 就是說也是忽略年 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那出來應該是 30 再加上這個 12吧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大概40幾天吧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算一次 我們來實際上 特別是再來DATIVE DATIVE特別注意喔 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在日期於誰函數裡面 找不到DATIVE 要自己打 因為它是一個專利 這個專利的話不屬於微軟的 所以他沒有把它加進來 但是它裡面是有的 那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DATIVE DATIVE OK 不過這個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算日期的話 如果你不會這個 函數的話 真的很不方便 因為 除了YMD 還有一個DAT 那要串一大堆 才能做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乾脆用這一個最簡單 然後比如說這個前面日期 逗點 後面日期 所以 你如果要算一個是 三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前面的日期 一個是後面的日期 OK 前面日期 就是 起始 結束 所以算生日的話 就是 前面日期就是你的生日 後面的日期 就是TODAY 就今天 就可以算出生日了 逗點 就是後面的參數 記得是雙引號 一個Y 再加一個雙引號 後刮弧 所以後面如果說你要改成其他參數 就把這個Y改成M改成D 一式類推 OK 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就26 那如果說今天好了 把這邊改成8呢 Enter 25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的生日 有沒有 還沒有滿 有兩個 兩個還沒有滿就對了 就是說 他後面的日期 他還會比較 他的月 跟他的日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原來是 10月12 那因為他有滿了 所以是26 但如果你改成8月的話 就不會了 後面以此類推 把它往下填滿 OK 那我們再把它改這個 這個的參數 改M 這個尤其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要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那以前怎麼算 把天數減掉 除以30嗎 對 可是問題 最後的結果應該是不正確的啦 對就是會變成 會有餘數啦 要不然就是說 算出來是不正確的月數 為什麼 因為有的月是有28天 29天 30天 你不能全部都30天啊 那如果說你要算出比較精確的月份 的話 那他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這個這個一個函數 所以用他來做 其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1000 他做很多事 這個 他真的很方便 313 那一樣的啦 如果說你這邊把它改成15的話 他滿了 所以按Enter會怎麼樣 314 有沒有 所以 他會考慮到 就是月的 後面那個日 日的話有滿差 才會又多一個月 OK 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這邊 D D比較沒什麼 D的話當然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用剛剛的方式來算 結果應該也是 一樣是9554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就比較特殊了 YM YM 我講過了 就是說 忽略掉年 所以 前面這個Y是忽略掉了 後面是要取得的 就是幾個月 所以打勾 應該是幾個月 一個月 如果你把這邊改成 15 Enter 會變多少 兩個月 對不對 那如果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把它改成2的話 會怎麼樣 你想說 不對啊 那個前面大後面 剛剛前面後面大 可以把它撿 那如果後面小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就是 算是 下個年度的2月 OK 所以8月15 一直到 隔年的 2月15 那應該是幾個月 算了 Enter一下就知道了 OK 6個月 應該沒錯吧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它的邏輯 OK 這個地方的話 那一樣嘛 YD的話 就是說 我忽略掉年之後 我要知道幾天 Enter過之後的話 58天 就是從8月15 一直到 10月12 相差 58天 那同理可證 如果你把這個數字 改成小的數字 是算隔年的 那是算天數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當然也有 一定有機會用到 尤其是等一下的那個 有沒有 精確到月跟日 OK 好 那MD的話呢 同理可證 就是說 忽略掉年 忽略掉月 之後 算日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 改成MD的話 MD 那一樣喔 只看什麼 MD是 不管年 不管月 不管年 不管月 就是 15 跟12之間 相差幾天 那你想得一樣嗎 因為它後面小 前面大 對下個月 OK 所以下個月 然後Enter的話 應該就知道 理論上應該是多少 下個月的12號 8月 打勾就知道 OK 試一下 我記得27 沒錯 他等於算15天 再加上12天 OK 就27 那一樣喔 如果你 就是前面 小 後面 那當然如果後面這個 當然一樣喔 如果你把這邊改成 比較大 18好了 Enter 就3嘛 OK 好 那知道這個原理原則之後 然後 接下來喔 如果要套用到這裡的話 比如年齡嘛 該怎麼做 那這邊 第一個當然等於什麼 一樣 Dative 然後 瓜糊 前面日期就他 後面日期就什麼 Dative today 所以你這個today自己打一下好了 因為沒幾個字喔 自己打一下 小瓜糊記得加一下 Dative 然後 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年紀的話 用Y 打勾一下 他就知道幾歲了 因為8月 8月5還沒到 所以 他還沒滿 他61年次的 OK 42歲 那 可是問題來了 我希望把這個 加到後面去 並且可以算出他剩下 他 42歲嘛 所以他還有剩嘛 剩下幾個月 月扣掉之後 又還有剩下幾天 要把他全部算出來 該如何 完成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先了解一下 上面這個規則 然後再來就是 去再來看下面的部分 畫面先換給各位 這麼一長串 可是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 你光看到你就已經頭昏了 所以 怎麼樣做會簡單一些些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我們先做出一段 所以以後 你們在處理問題上面的話 不要急著一下子全部做完 一定是分階段的 第一階段 先做出這個 第二階段的話 我教各位就是 因為這邊底下不是有個 N稅 N個月 又N天 對不對 那這個字串 你可以控制度C一下 接下來把它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後面 那放後面的話 AND 記得加個串接符號 然後加一個雙引號 有沒有 把它移到中間貼上 這樣子的話打勾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40歲 有沒有 這個格式 看起來有點樣子了 但是呢 還是要解決N跟N 那其實N跟N的話 只要把這個東西 複製貼過來 但特別注意 因為它這個本身是個字串 你要放一個公式進來的話 一定要把它 切開來 中間加N的符號 否則的話 你直接放進來 會有錯誤 OK這個是規則 那問題是 再來就是說 幾個月 那實際上 這個地方的話 簡單講起來 因為 你已經算出 幾歲了嘛 所以呢 後面的月 就是要怎樣 不看年 年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剩下什麼月 剩下月的話呢 那幾個月有哪一個變數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什麼 因為不看 不看的 那就看這個 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所以再來 用這個 那 月也被用掉了 年跟月也被用掉了 對不對 剩下的 就是日 所以其實 答案就 呼之一出了 就怎樣 Y YM MD 答案就出來了 OK好 試一下 那問題是第一個 已經知道了 我們需要有三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後面把它串一個字串 對不對 那如何把N 放進來 那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 把前面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特別是不要複製到等號 C 一下 再來呢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N裡面 那N把它選起來 記得先怎麼樣 雙一號 相一號 先怎麼樣把這個字串 切開來 然後呢 前面的是跟著 有沒有 這個是跟這個 一串的 有沒有 然後後面這個是跟這個 後面一串 那中間要放一個 公式的話 要記得 一定要加什麼 AND 把它移到中間 然後把它貼上 所以特別重要這個格式 恐怕如果你對於 這個 Excel裡面的這個 我想如果你不熟的話 請記住一定要 要能夠理解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在VBA裡面 其實這個觀念很像 只是說 VBA裡面的AND 前後要加空白 好 那再來的話 把這邊改成 YM OK 試一下 YM 打勾一下 有沒有 9個月了 有沒有 42歲 又9個月 9個月因為今天是 今天是5月嘛 所以他應該是 8月 9個月應該 因為他還沒滿嘛 所以是9個月應該沒錯啦 OK 那還有幾天呢 剩下來的 一樣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到 這個地方 在 雙引號 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兩個 移到中間貼上 那如果你等一下 不知道 不知道該做什麼 背口訣好了 移到中間 有沒有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串接符號 再貼上 那也可以保證正確啦 那至於為什麼 反正你 用久了之後 哪一天你突然就懂了 有時候不一定啦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 其實我以前在寫程式的時候 剛開始 真的是不求聖節 因為要先交案子嘛 先做出來再說 反正可以walk 然後呢 沒有bug 然後 就先交了 之後如果發現 錯誤的話 再慢慢修正啦 其實很多公司都這樣子 尤其剛入行的 很多都是這樣子 OK 然後呢 但你們剛開始 如果實在是 想不出為什麼的話 也不要鑽牛角尖啦 我建議就是 至少要 有那個 不要讓自己的那個 樂趣 消失 不要因為鑽牛角尖 而讓自己變很痛苦 反正先做出來 OK 貼上 再來的話這邊改成 什麼md md OK好 打勾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向下填滿 其他人的也通通出來了 好 那 至於 答案是否正確呢 等一下可以自己再驗證一下 我好像 之前有同學是反映說 好像會有差一天 好像還是什麼吧 我也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像這個零天 零天因為28 所以剛好零天 應該沒錯 其他 相差10天 28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就這麼一長串 所以特別之後可以分階段做 第一階段是什麼 先把後面這個 這一串 先把複製貼上去 再來 分別再去改那個n 放一個公式 放兩個公式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